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本小說 因為你們的讀本裡面有完整的作品 所以 我們今天討論的話 就是根據小說的內容 小說的書名 為什麼是 The Great Gatsby 換句話說要討論他為什麼了不起 他作為一個白手起家 他是農人階級出身 白手起家加上兩個貴人的相助 然後自身的努力 白手起家就包括高度的自律 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有錢了之後呢 他又表現得非常慷慨 富而好禮 但是這個禮字我特別彰顯出來 因為他的問題就出在這個禮字 加上他專情浪漫 這些是不是都是他了不起的原因呢 當然他的結局是死於非命 他事實上是遭誤殺 那麼我會好奇同學對他的遭遇有什麼看法 比如說如果這是選擇題的話 你會覺得他是咎由自取 所以不與同情 還是他的執著也就是他努力賺錢 目的都是為了獲取愛情 而且這個愛情是基於他的初戀 所以這種執著 招致橫獲 所以值得我們同情 還是你覺得 同情或不同情 這個都是道德議題 事實上他是一個值得欣賞的人 就是一個漂亮的人物 我們可以給他美的理讚 因此從美學觀點來看 他是了不起 那這個我們也是到了最後 再來討論 另外就是這個了不起 是從誰的角度來看呢 這個應該很好回答 整個小說裡面的人物 裡面只有誰會欣賞他 你可以說有兩個人 一個是尼克 另外一個是誰去參加他的葬禮 他爸爸 但是當然他們的理由是不一樣的 你覺得我會期待你們把誰的理由 就是我會期待你們去理解誰的理由 說蓋茲比是了不起 尼克 所以到時候如果這是深論題 千萬不要把他爸爸理由寫出來 蓋茲比想要超越階級差異 他付出了什麼努力 請翻到247頁 如果我們先從246頁 倒數第二段看 蓋茲比小時候看過的一本書 書名叫牛仔卡西迪 所以這個牛仔基本上 是美國精神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象徵人物 拓荒 然後呢 再把書的封頂翻開 上面是時間表 好 請問這些 請看這個時間表 這是對牛仔的生活方式 顯然不是 顯然不是 他是要以牛仔的精神 來進行自我鍛鍊 但是他智力的項目 其實都是一般學校裡面所教的 比如說著重語言能力的提升 體魄儀態的高尚 然後加上科學 所以這種訓練 事實上就是套一句 我們傳統文化裡面習慣講的詞 叫做變化氣質 改變氣質 好 至於個人決心 要做到改變氣質 不可以有下面這些行為 而下面的行為 反而是我們在牛仔的生活 比較容易看到 浪費時間去沙夫特家 意思就是去找朋友聊天 吸煙或者嚼煙草 每隔一天洗澡 換句話說牛仔通常不太洗澡 所以不容易取得水源 他要求自己至少每隔一天洗澡一次 每週要讀有益的書或雜誌一冊 所以這個是拓展 拓展他對社會的了解 或當代文化的了解 每週要儲蓄 五元 這個五元做不到 於是就寫三元 對父母更加體貼 這從他爸爸的敘述當中 可以知道其實他們父子相處的情況是好還是不好 兩百四十八頁 第一行 Jimmy 是注定了要出人頭地的 這是他爸爸講的話 他總是定出一些諸如此類的決心 你注意到沒有 他用什麼辦法提高自己的思想 他在這一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 有一次他說 我吃東西像豬一樣 我氣得把他揍了一對 所以對父母更加體貼 意思就是想辦法不要 盡量壓抑自己 不要批評父母 他批評父母的標準 當然是以他每天學習 所獲得的知識 跟規範 也就是高尚的舉止應該是怎樣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看父母 雖然父母從小就是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教養他 照理他應該覺得很熟悉才對 但是他卻藉由書本的知識來改變自己 所以看父母的方式就不同了 所以他要超越階級差異 他付出的努力是不認同父母 再來就是改名字 本來他叫Jimmy Gates 他自己改成J Gatsby Jimmy 聽起來就是小名 所以以前有一個美國總統叫Jimmy Carter 他是木匠出身 有人稱他是花生農夫 變成花生總統 這在台灣的那個戰後的歷史上 這個人出現很多次 不過這個我們主要是集中在他的名字上面 這種名字聽起來就非常非常鄉下人的感覺 所以本來 Gatsby 的名字叫Jimmy Gates 他把這個改成什麼 J 這個呢 Gatsby 從軍 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 讓他可以離開家鄉 到海外去 甚至也因為 為國家效力而有機會 到大學裡面進修 雖然那個時間並不長 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是一樣 美國就所有的大學都為戰後退伍的軍人 讓他們就是 廣設那個 入學的那個門檻 降低入學門檻 讓他們都可以念大學 來當作一個 感謝他們為國服務的精神 再來 超越階級差異或提升階級 重要的是他結識了 Daisy 一個附加的女子 他在外貿舉止上 也付出努力來改變 請問他除了 穿名貴的衣服之外 他最喜歡做的手勢或姿勢是什麼 是頭歪一邊嗎 跟人家講話嗎 還是什麼 這台灣的男生也很喜歡學 因為一隻手要插在口袋裡面 很瀟灑地這樣站 這個是 尤其他要見Daisy 在五年之後 要跟Daisy見面的時候 他在尼克家裡面 在壁爐前面 刻意地做出這種姿勢 因為過於緊張 不小心把那個鐘就碰掉 另外 他付出的努力 是不惜觸犯法律 不擇手段 尋求快速制服 知道 這個在電影裡面都看過了 比如說他去遷賭 他去跟著一個人 去操弄棒球的賭局 他也賣絲酒 在當時有禁酒令 但是他們這群人還是 想辦法去釀絲酒 所以當賺了很多錢 另外兩個角色 兩個男的角色 尼克跟湯姆 他們出生的差異在於財富 尼克是中西 他們都是中西部的人 但是尼克是殷食商人家庭 他的博主婦曾經花錢 買人替他去打南北戰爭 這個是美國 到現在還有這個情況 也就是比如說 政府如果有需要他徵兵 結果抽到一個男生 照理他接到徵兵令 就應該去服役 但是他可以花錢 請另外一個人替他去 這個到今天還是有的 所以尤其是正在念大學的男生 當他們抽到徵兵令的時候 只要家裡經濟許可 父母親都是花一筆錢 讓自己兒子可以不用去當兵 可是這個其實並不是光榮的做法 雖然是大家都理解 可是並不光榮 這就是為什麼克林頓 你們知道他是美國前幾任總統 克林頓曾經被攻擊 就是他爭兵的時候 他沒有去服役 而湯姆呢 他是富豪人家 他們家的錢是比尼克 但是多得多 至於小說裡面 呈現這兩個人 雖然都在紐約 但是住的地段不一樣 一個叫East Egg 他是屬於湯姆這一類的人家 就是他們的財富累積是經過好幾代 通常都是製造業 或者是海外貿易所累積出來的財富 至於West Egg 這些都屬於New Money New Money 很多都是白手起家的人 那在小說裡面也可以呈現 許多New Money 而變成名人的 很多是屬於電影業者 明星或者是靠著媒體而發達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種Old Money New Money 致富的人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 是屬於兩種階段 前面的是比較屬於 所謂古典的市場經濟 後面的是屬於 古典的市場經濟 在社會學裡面 或者政治學裡面 有時候去稱為Liberalism 就是自由主義 至於後一個階段 靠著媒體而發跡的人 在今天我們稱為新自由主義 當你說這小說的年代 1920年代 1920年代 那時候還沒有所謂 新自由主義這種講法 但是呢 他的 那個玩金融遊戲 或者說是 那個經濟模式 已經不是古典的那種製造業 或者說是古典的那種市場 交易而形成的 好 尼克對於湯姆的殘忍 採取了什麼反制措施嗎 湯姆的殘忍行徑 在小說裡面表現在哪裡呢 從一開始我們就看得到 第一個是家暴 是不是 他傷了太太Daisy 什麼部位 手 他的手指整個淤青 還有呢 他太太也抱怨他說 非常的粗眼 非常粗暴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就是尼克對於 湯姆外表的描述 他的外型長的是什麼 在電影裡面 2013年版 特別找了一個澳洲人來演 長得非常的粗壯 他說 他說 他描述說 他穿的靴子 好像那個腿 快從靴子裡面 蹦出來一樣 那個 所以他有這種體格 加上他從大學的時候 就是打橄欖球出身 到了後來 出了社會 又是以打Polo打馬球 住民 所以 他是屬於比較 運動員型的 提魄 另外他的殘忍 也呈現在 就是公然在家裡面接情婦的電話 甚至還把尼克帶去見情婦 這個 你們覺得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能不能以男生的心態 說一下為什麼他會找好朋友 或者找朋友去見情婦 如果你要去見情婦 你會找你的朋友去嗎 應該會吧 會啊 為什麼 這個太好了 我就是希望你得到這個答案 那理由是什麼 就其實可以 就可能其實跟Daisy的那個感情也不好 所以就可能會暗示說 就是 我可能跟你感情不好 然後我已經在外面有那個小三了 然後這樣 就是讓越多人知道越好 那這樣可能就會讓Daisy有一些想法上改變 比如說可能要再對丈夫獻寵一點 或者是 我會這樣想 OK 有沒有女生願意回答 男人這樣做有效嗎 如果你是Daisy 他的殘忍還有一個表現就是 他居然告訴死者Murder的丈夫 George Wilson 說殺死你太太的其實是Gatsby 對不對 所以George才有辦法 才拿著槍去殺掉Gatsby 所以他等於是間接地害死Gatsby 所以這個也很殘忍 尼克對Gatsby 從原先的不苟同到後來的欣欣相喜 可以欣賞他 這是他們就形成了一種男性情誼 尤其是尼克看到湯姆的行徑 已經認為湯姆所顯露給他看到的有錢人的世界 是充滿殘忍 虛偽 背叛 所以如果湯姆對尼克來說代表的是殘忍的現實 那麼Daisy對尼克來講也是另外一種女性的虛偽 等一下我們會比較深入討論 所以如果現實是這樣 蓋茲比給尼克又呈現了什麼樣的世界呢 他認為Gatsby 好像活在一個奇幻世界 單溺於自己那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個幻想就是要把他的初戀情人 而且是已經嫁為人婦的Daisy 把他搶回來 這個事實上是非常違反現實定律 可是他看到Gatsby知其不可而為之 一則受到感動 那這裡我就會問 就到底Gatsby的行為 在尼克眼中是個英雄嗎 還是一個可笑的小丑 還是他從社會結構理念來看 Gatsby 是個弱者 他的階級身份 無論他如何的用白手起家 用自律的方式都沒有辦法更動 這可能這三個都有 所以如果是英雄 悲劇英雄 這個基本上對他是有佩服 我們對英雄的感覺是會佩服他 小丑會怜悯他 甚至覺得自己比小丑 我們會對小丑的行為發笑 就是表示我們站在一個比較高的道德角度 來譴責他的小丑的不當行為 但是如果第三點的話 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想法 美國的經濟的模式 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結構 雖然他是一個新興的國家 吸引了很多人到那邊去追求自由平等 但是在尼克的眼中 美國的社會是一個跟舊歐洲一樣 也是以身份地位來決定一個人的價值 而且很難更改 即便是同樣是同學的那個身份 湯姆跟尼克 當他們剛見面的時候 他就問尼克現在在幹嘛 尼克說我在證券公司 他說哪一家 結果尼克講了之後 他說never heard of it 意思就是你在那種小公司上班 不值一談這樣 就等於說我就跟你談不下去了 所以尼克知道 他跟這種有錢人相處 雖然是因為Daisy跟他是遠房表兄妹的關係 但是那個湯姆就不會對他加以顏色 好 那麼尼克從這兩個人身上學到什麼 所以事實上我沒有寫錯 這個尼克怎麼看Gatsby 尼克怎麼看湯姆 他從這兩個人身上學到什麼 第一個他認同Gatsby 對他不僅止於同情 而是欣賞跟關懷 那等一下我們會說明為什麼 他開始欣賞 開始關懷他 再來認清湯姆 他代表的階級 具有色力內人的本質 個人利益優先 眼睛只看著Gucci 而他覺得Gatsby 眼睛卻一直看到天上的星星 拿不到 但是卻是他驅動他生命的動力 尼克沒有伸張Gatsby的正義 他沒有用法律的方式 比如說跑去跟警察講說 其實Gatsby並沒有開車 撞死Murder的並不是Gatsby 所以等於是小說裡面 並沒有替這個小說主人公 就是Gatsby伸張正義 這照理就非常降低 Gatsby作為英雄的色彩 那為什麼尼克沒有這樣做 這個也是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會問你們的一個問題 他對Gatsby的欣賞 跟美國夢非常有關係 美國文學裡面有兩部小說 最能夠代表美國精神 一個是湯姆歷險記 Huckleberry Finn 另外一個就是The Great Gatsby 前者提到的黑奴的境遇 跟社會極端不平等 這種主題 後者則是解構了美國夢 解構意思就是指出了美國夢這個結構 事實上是有它非常黑暗的一面 Gatsby 的夢想 他是己身上流社會 所以對他來說 Wealth and beauty 是最重要的 Wealth 目的 是要讓獲得 beauty 的感覺 那當然他把整個 beauty 全部放在 Daisy 所象徵的富人階級身上 所以對他來說 有錢人 他的價值在於 在於理解什麼叫美 依這個我們回想在葛雷的畫像裡面 王爾德 把葛雷所歷屬的那種有錢人的階級 他們追求的夢想就是 Youth and beauty 所以這是英美對於所謂比較高的價值 都不會放棄美這種表現 但是對於年輕卻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個葛雷的畫像裡面 為什麼財富不是有錢人追求的目的之一呢 難道財富不能夠讓他們更進一步追求到美嗎 到底這個 Youth 在葛雷的畫像裡面 代表的是什麼 而相反的美國夢 凡是在做美國夢的人 都認為自己本來就有 Youth 所以 Youth 不再是一個目標 對於英國這種比較老的文明來說 Youth 代表的是美的最基本的元素 沒有 Youth 就沒有 Beauty 這個也是同學可以拿來做比較 不過待會兒我們就會講到 然後大家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們的夢想裡面 這個財富跟年輕是佔據不同人數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雕像 是美國國會參議院大門上方屋野的雕刻 它有個名字 就叫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是一個法國的雕刻家 是一個法國的雕刻家 那個雕出來的 為了美國參議院雕的文明的進展 文明的進展 我們從中間 這個地方可以看出 這個是代表美國精神 這個美國女神的左手邊有一隻老鷹 右手邊有太陽 所以象徵這是非常年輕的國家 像旭日 東升一樣 然後充滿了活力 像老鷹一般的活力 但是老鷹當然也是掠食者 這個女神的左手邊 也就是在我們右邊所看到的 這是僑夫 他正在砍一個樹木 樹木在我們的小說裡面一直出現 待會兒我們再解釋他的意象象徵 僑夫旁邊這個是獵人 他手上有他的獵物 這個獵人的右手邊是一個 看起來追頭上氣的伊迪安的人 他應該是酋長 因為從他的頭飾 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顯赫的 原住民領袖 他的右邊跟他背對背的 這是一個印第安婦女抱著孩子 在右邊這個是墳墓 印第安人的墳墓 所以這裡代表的是 美國他興起是靠著原先的獵人跟 跟僑夫 類似台灣先住 或者台灣的開台組一樣 到了台灣來 披荊斬棘 以及山林的那種做法 但是 是所遇到的人類 就是原住民 必須被打扮 然後 他的這個美國女神的 右手邊也是在我們的左邊看到 這是軍人 再來是商人 再來是商人 這商人手上不但有地圖 他的右手那邊還有一個地球儀 表示這個貿易形態是向外拓展 再來是 年輕人 男的女的 女的比較高一點 男的 然後 他們等於是向軍人跟商人致敬 在他的後面 是一個老師在教一個孩子 所以教育 對美國來講 也是可以 可以讓他們可以從事土地 跟貿易拓展的重要工具 除了教育之外 還有一種人 對美國來講 非常重要 這個是一個mechanic 就是機械工 他以著一個輪軸 那他的前面 有一個輪船的毛 表示這個是輪船 海外貿易的工具 再來下面這邊 最左邊的這裡 這裡有賣感 所以這個也代表 美國中西部很重要的農業 他們的農業事實上也受到政府的保護 所以如何獲制財富 這些財富 在這裡面 我們看到的原住民必須被 必須讓出土地 對 所以他們通常都被趕盡殺絕 接著呢 為了要有農業 所需要的人力 起先是用黑奴 後來是接納移民 包括華人移民 因為這三種人 而造就了美國的富人階級 所以當湯姆在小說第一章 就在大談文明的時候 他提到了一本書 就是說現在文明已經遇到危機了 因為有色帝國即將興起 那他這裡當然 這個書名是非常聳動的 沒有所謂有色帝國 他這裡指的是有色人種 不斷地進入美國 好像搶了很多白人的工作機會 那因此呢 把這種的只是移民 大量進入美國的議題 引發的一個工作機會的議題 把它擴展到一個種族議題 所以有色帝國當然會讓我們想起 白色帝國 就白種人 在十九世紀 以殖民主義 拓展到全世界的情況 那白色在小說裡面 也是在第一章裡面就看到 Daisy跟他的朋友 Jordan躺在那個客廳裡面 然後窗簾都是白色的 他們穿的白衣服 也好比氣球一樣 好像大家都要漂浮在空中 他象徵一種天真純潔 潔白無垢 而且這一批人是上帝拣選 讓他們可以享受世俗的生活 這個你們從偉伯的基督教 新教倫理與基督教文明 所以這個白種人 被認為是開創人類文明的 雖然他們認為文明最早起於希臘 但是希臘後來被基督教文明所取代 帶領著整個人類到越來越進步的情況 這個就是所謂的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那美國的這種想法 到了今天都還沒有改變 今天我們最常在經濟跟政治議題上面 談了一個模式 就叫Washington Consensus 叫華盛頓共識 它是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 針對拉丁美洲跟東歐國家 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 其實說穿了還是美國認為 它可以帶領落後的國家進入 因為1989年冷戰正式結束 共產主義徹底失敗 然後世界上只剩下資本主義的時候 美國就提出了 就是當世界領袖 提出了怎麼樣可以提息 被共產主義奴役勝久的東歐國家跟拉美世界 不少評論已經指出 這個共識到今天2015年來看 是美國作為支配歐洲跟拉丁美洲經濟的手段 而且失敗的居多 失敗都是以所謂經濟危機的方式出現 從1998年的阿根底到2000年的蘇俄還有杜拜 2005年杜拜 這些都是從Washington Consensus被討論說 就是這種共識出現以來所出現的失敗例子 而且這種失敗規模都非常非常龐大 危及到其他世界地區 那麼相較之下 另外一個北京共識 或者另外一個名詞叫做中國模式 也被提出來 有別於華盛頓公式 北京模式或者說中國模式 是鄧小平做了改革之後 現在累積了30年的經驗 那麼他們所用的經濟模式 叫做摸著石頭過河 也就是採取邊實驗邊檢驗的方式 所以現在的總理習近平 應該是 他不是總理 他是總書記 所以習近平就講了 就是中國一不輸出難民 二不輸出貧窮 所以以這個作為中國對於世界的貢獻 因為如果中國也變得像東歐跟拉丁美洲 甚至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非洲 那些難民湧入 想辦法要遷移到歐洲的那種方式 或者美洲那種方式 其實就是所謂輸出品種 輸出難民 總而言之 這個是當湯姆 當我們今天用2015的這個角度 再來讀這本小說的時候 湯姆所談的那種文明 都會讓我們聯想到美國 長久以來在世界上所扮演的地位 我們說到財富 電影怎麼展現那個財富 我用2013年版 因為電影是非常重視視覺效果 2013年版來讓大家體會一下 他的財富是用什麼顏色來代表 如果剛才我們講的 美國人是以百種人為主的 雖然他的黑人人口很多 比例也佔很高 但是我們提到美國 基本上還是以Anglo-Saxon 就是以將英語的白人為主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他財富的呈現是怎樣 這是Daisy跟Tom住的房子 前面呢 是有馬被奔跑的地方 這是他們家的門口 這個是他們家 那門口當那個Daisy跟Tom 他們闖了貨之後想要躲掉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女兒還有他們家是有用黑人 當仆人也有用白人 這些白人通常都是低代移民 凡是移民國家低代的移民 都是會當都是會做那個社會裡面 比較沒有人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仆人 這個是Tom他的豐功偉業 尤其是在體育項目裡面 所獲得的獎盃 就站了一個房間 然後他帶著尼克去看 那當然這種照片 還有整個色調 深藍色代表的是 會聯想到英國 英國的貴族喜歡用這種藍 英國藍 有一家茶店就叫英國藍 這是小說開場不久 尼克去看他的表妹Daisy 這時候表妹跟Murtle 是躺在這個沙發上 你看看這個排場 這都是白色的窗簾 因為天氣很熱 所以全部都門窗都打開 OK 當時的有錢人家的女人 奇怪這個好像 這個不曉得有沒有被縮小掉 他們為了要表現自己的有錢 通常女人要表現很慵懶 一直躺著 這個色調主要也是金色為主 就是特別顯亮的顏色 這裡所要看的並不是湯姆 而是要看它背後的這個電扇 他們家在夏天的時候用的電扇 這個電扇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這是他們談判的 在一家 在Downtown裡面 一家旅館裡面 Gatsby要逼著 Daisy說 我從來沒有愛過丈夫 你看在這種場景當中 旁邊站的都是服務員 這是Daisy跟著Nick出來 到花園的景象 這時候他跟他講 透露出說他生孩子 生女兒的那一天 湯姆都不在 還去找他的情婦 然後當他從護士那邊知道 生的是女兒的時候 他就大哭起來 後來他認為 生女兒 將來就把他養成一個 Beautiful little fool 就夠了 所以事實上他對自己的婚姻生活 或者說 作為有錢人家的女主人 過的這種生活其實是 是不滿意 這是從Daisy家裡面這邊 可以看到對岸的Waste Egg 西卵 他們知道那個是New Money 那一批人所住的地方 這是尼克他家 他只用一個月80塊美金 租到這個小房子 那麼從空間上可以感覺到 這是一個比較小的房子 從這裡更能夠顯示 這是他家對不對 請問這是誰的家 Gatsby 然後如果只是他們兩個倒也罷了 偏偏他這一邊也是 房子也比他大的很多 所以這是尼克 好可愛這個房子 好了如果仔細看這個房子 其實也沒那麼糟對不對 也是花木浮書 看起來非常溫馨精緻 然後Gatsby 為了能夠在這個地方 來營造浪漫的氣氛 就即便那天下大雨 還是叫了他家的用人 送了一堆花進來 你看這個入口處 這個其實都是很小的空間 尼克家已經被花團團包圍 然後終於兩個人見面了 然後他要擺出這個姿勢 來表現他的高尚的外貌 注意到這隻手沒有 插在口袋裡 這就是那個有名的鐘 這個鐘在這邊下面還特別描述說 這個是非常符合當時 紐約長島區有錢人的那個流行 有綠色的瓷磚 可是這個鐘呢 都習慣用 用什麼樣的木頭做的 這是Gatsby的招牌動作 他這時候非常緊張 注意到他們這邊吃的下午茶是什麼東西嗎 馬卡龍 這也是尼克剛搬來的時候 那個房間的樣子 他住的房子其實都是以木頭為主的 這廚房很小 尼克的廚房很小 可是呢 也剛好襯托出 這Gatsby在等待心上人的那種窘迫 兩個人站在這個房子的東邊走廊上 看著誰的房子呢 看著Gatsby的大房子 然後Daisy臉上露出難以置信的面容 或者是後悔的面容 這是Gatsby家 看起來有點像Disney的那個招牌 那個長寶 也是一樣 顏色是以金色為主 然後他在帶Daisy來參觀自己房子的時候 很不經意的講說 那這些門啊 這種門都不是買來的 它只是我從法國諾曼地那邊 搬運過來而已 所以不是自己做的 這是他們家一個 這個布置的像歐洲的一個畫廊 你從這個人的比例 就可以知道這個畫廊多大 還有一個對象牙 他在講電話後面就可以看出 可以襯托出 他在職場上那種 像那個古代戰士一樣 衝鋒陷陣的野心 這是他的放書的地方 圖書館 就兩層樓 在這邊 Jordan跟Nick 遇到了一個老先生 這個老先生很驚訝對他們說 我本來以為 這都是假的 沒想到還真的 裡面是真的書 這個就反映出 這種有學問的人 或者是 這種人看所謂new money那群人 通常認為那些新發肌的人 沒有實質的學問 什麼都是做表面功夫而已 所以包括家裡的陳色 他本來不相信這些是真的書 但是當然我們也不會相信那些書 是Gatsby 會看的 會讀的 這是Gatsby 的臥室 這個色調 跟他的金屬的這種 像這個樓梯是銅做的 跟這邊的一堆金屬的橙色 這是導演的太太 自己本身就是室內設計的專家 他特別採用192030年代 那時候先進國家在積極的工業化 包括家裡的陳色都要有一點金屬味道 這是他家的客廳 然後家裡也是客廳 上面居然有一個管風琴 這是我們在台北國家音樂廳 才看得到的東西 他家Gatsby 家就有一個 而且他想聽的時候 家裡就有一個人 常住在他家裡的 就會彈給他聽 那麼最可笑的是 本來我們認為晚風琴這種東西 都是在彈奏宗教音樂 但是這個地方 卻是他們可以用來跳舞的 就是New Money People 可以用來跳舞的地方 那這個客廳在晚上燈光 跟燭光照耀之下更是驚人 那麼從Gatsby 家往外 也是一個沙灘 那有一個走向碼頭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Daisy 家 這是尼克跟Gatsby 游泳池 游泳池旁邊都已經落葉 這就表示 時序已經進入到秋天 換句話說 尼克認識Gatsby 也不過才兩三個月左右 這當然是有名的Party 這個就是可以望向Daisy 家的碼頭 我們現在看一下 他在視覺效果上 怎麼樣用數位化的方式做出來 這首歌注意下歌詞 最後不停會 等待我 食用行強了 期望 既尼容易 7溪 TE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房子的風格 會讓我們用這種字來描述 就是 Gothic 我們有沒有介紹過這個字 歌德式的小說 歌德派風格 那個意思就是恐怖 就是他的那個房子 都是那種古代藏寶型的 陰森森的那種東西 可是這裡面我們是用新歌德風格 來描述他的房子 尤其是他的畫廊 掛了很多畫 給人家那種很陰暗厚重 好像有恐怖故事 或恐怖的情節會發生一樣 果然後來我們看到他 他就是死在這個地方 另外 他前面的那座噴泉 會讓我們聯想到凡爾賽宮 Vessal 所以 這種是兩種 氣氛的結合 看起來非常矛盾 一種是陰森 幽暗 恐怖 另外一個是富力堂皇 像王者氣派 所以財富如果 同時給你這兩種情的感受 一個是王者氣派 另外又是註定是有恐怖黑暗的東西 不可告人的恐怖情節在裡面 這就是小說要傳遞的訊息 這邊是比較清楚的圖片 來呈現為什麼這部小說的金色基調 或那個財富基調 在視覺上是這個樣子 尼克在小說開端 對於Gatsby有下面這個評價 這個文字都非常美 這個人身上有一種瑰麗的意彩 他對於人生的種種希望 具有高度的敏感度 意思就是哪裡有機會 哪裡有希望 他一定看得到 不像我們在校園裡面 我前陣子還看到 有一個演講專門在探討 如何當魯蛇 你們知道魯蛇這個字 loser 這絕對不是Gatsby Gatsby 看到的都是hope 魯蛇是看不到hope 他是一種異乎尋常的 永保希望的天賦 所以即便所有的人看起來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一定是知其不可 還是要做 因為他有看到希望 一種賦予浪漫色彩的敏捷 romantic readiness 這個詞不太好翻譯 但是我覺得翻得很好 浪漫色彩本來就像那個 剛才看到的一個鏡頭 就是描述他們那個daisy家客廳 那些白色的窗簾 但是看起來非常浪漫 可是那種浪漫 也很容易給人家一種 如果是在藝術家的眼中來看 那應該是一個就是舒緩步調 romantic通常是跟舒緩有關係 比如說你如果看到一個男生對一個女生 他要營造一個浪漫氣氛的時候 他講話卻很快 就說我今天帶你去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然後你幾點的在哪裡跟我表面 這種敏捷 事實上跟浪漫是一個相反的味道 但是尼克卻可以 同時有這兩種氣氛 另外一個就是那些吞噬Gatsby心靈的東西 是在他的幻夢消逝後 也就是他已經失去那個浪漫色彩的母結 也就是他已經知道說daisy不會打電話給他 他本來不是送daisy回家 然後希望daisy那個心情平復之後 可以打電話給他們 但是他回到家之後 他知道daisy不會打電話給他 他也知道他幻夢消逝了 接種飄來的惡濁的灰塵 所以這個就是現實 也就是在小說裡面用灰燼谷來代表 記不記得那灰燼谷就是有眼鏡廣告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他們這些有錢人 不管是old money還是new money 那個長島區要進到紐約城中心之間一定要經過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灰燼谷 那就是灰燼谷 Ash Valley 那才是現實世界 而在小說最後第九章 尼克夢到的西卵症 或者說他夢到的西卵症 讓我覺得像El Greco畫的一幅畫 那一幅畫其實就給我們剛才那個gothic的感覺 在月黑風高的晚上 看不到月亮 可是應該有 應該有月亮 可是都被雲遮了 然後整個正 看起來像鬼妹般的 存在那個線條 看起來都不是 都不是現實界的感官感受 彷彿是一個奇幻 迷蒙的世界 但是帶有恐怖感 這個我們翻到251頁 可以更清楚地知道他怎麼描述 251頁的第一個診斷 即使東部最令我興奮的時候 即使我最敏銳感覺到 彼之Ohio河那邊的 那些枯燥未亂七八糟的城鎮 那些只有兒童跟老人 可幸免於無職無休的 閑化的城鎮 東部比西部 看起來具有無比的優越性 即使在那種時候 我也總覺得 東部有畸形的地方 尤其西暖 仍然出現在我做的 比較荒唐的夢裡 在我的夢中 這個小鎮 就像El Grego畫的一幅夜景 上百所房屋 既平常又怪淡 怪淡就是grotesque 讓人家感覺得有一點恐怖的感覺 敦服在陰沉沉的天空和暗淡天光的月亮之下 在前景裡有四個板著面孔 身穿晚禮服的男人 沿人行道走著 抬著一副搬架 上面躺著一個喝醉酒的女人 身上穿著一件白色晚禮服 她一隻手搭拉在一邊 閃耀著珠寶的寒光 這是一個有錢女人 但那幾個人 正重其事的轉身 走進一所房子 走錯的地方 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個女人的性命 也沒有人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怪淡冷漠 因此而讓人覺得心寒恐怖的地方 Gatsby 死後 這二五一最後一行 Gatsby 死後 東部在我心目中 就是這樣鬼隱闖闖 面目全非道 超過我眼睛矯正的能力 所以這個眼睛 在這部小說意象是非常重要 到底能不能看清楚 到底這個污濁的現實界 是不是蒙蔽了 蒙蔽了現實 讓我看不清楚 這都是跟眼睛有關的 因此等到燒枯葉的藍煙彌漫空中 寒風把晾在繩上的濕衣服 吹得硬邦邦的時候 我就決定回到西部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東部尼克最後 他受不了他要回去 那麼Gatsby 他對於西卵症 在他幻滅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呢 233頁 233頁第二段 始終沒有人打電話來 但是男管家 午覺也沒睡 一直等到四點 我有一個想法 Gatsby 本人並不相信會有電話來的 而且也許他已經無所謂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一定會覺得 他已經失去了那個舊日的溫暖的世界 為了抱著一個夢太久 而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他一定透過可怕的樹葉 你看樹葉這時候 對Gatsby 來講是可怕的樹葉 仰視過一片陌生的天空 同時發覺一朵玫瑰花 是多麼醜惡怪淡的東西 這裡又是出現怪淡 grotesque 就像El Greco畫的畫一樣 陽光照在剛剛露頭的小草上 又是多麼冷酷 所以陽光不是溫暖 而是冷酷 而感到毛骨悚然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 物質的 然而並不真實 在這裡可憐的幽魂 呼吸著空氣般的清夢 東飄西蕩 就像那個灰蒙蒙的 古怪的人形 穿過雜亂的樹木 你看這裡又是樹木 悄悄地朝他走來 所以這個樹木 已經在呈現 Gatsby 即將死亡 或要殺他的人 即將來的樹木 變成一個背景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小說如何烘托出 那種歌德是恐怖小說的寫法 現在我們來分析Daisy 剛才我們分析的是那三個男生 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Gatsby 已經在尼克的評價裡面 看成是一個 可以是悲劇英雄 也可以是可怕的幽魂 也可以是可笑的小丑 那Daisy 她是被Gatsby 悟化 悟化是我們在女性主義裡面 很喜歡說的一個詞 objectification 就是男人作為一個 subject 她把女人看成是一個 object 然後對這個 object 做出動作 所以Gatsby 堅信 已經嫁人的Daisy 仍然愛她 逼她對丈夫講 我從沒愛過你 或者說我要離開你 Daisy 就哭著對Gatsby 說 you ask too much 但是Daisy 這樣講 是表示說她不願意被悟化嗎 她已經幾乎全然接受 被悟化的這個現實 她甚至對女兒的未來 也不抱希望認定 她將來一定就只是一個 beautiful little fool 一個笨蛋 意思就是完全 不可能有自作主張 或者自己決定未來命運的能力 跟環境 但是這個悟化女性 對主體來講 也就是對這個男人來講 為什麼有那麼高的吸引力 在婦權體制裡面 為什麼悟化女性 是一個絕對必要的一個條件 這個在我這邊提供了一個參考書 也就是禪足幽靈 從容格心理分析來看女性的自信追尋 也就是禪足在傳統中國 長達一千年的 甚至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為什麼女性可以忍受這麼久 禪足其實就像西方女人穿高跟鞋 或者像Daisy 從小被培養 甚至她也要培養自己的女兒 成為有錢人家喜歡的對象 那樣的女人必須壓抑自己可以發展的可能性 可是這種壓抑的做法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把焦點放在Daisy 她的外貌曾經有熱心的讀者 根據小說的描述 畫出Daisy應該有的面容 以及她經常給人家的感覺 換句話說 要有這樣的表情 才能夠比較有希望嫁給有錢人 這是2013年的版本 其實是蠻符合這個讀者畫出來的形狀 主要是眼睛跟嘴巴 我們看看她怎麼描述 所以如果不是纏小腳 那你的臉要怎麼表現 她的臉龐憂鬱而美麗 你的臉不能看起來永遠在快樂的狀態 這樣吸引不了男人 為什麼 或者你不能一副自信快樂 充滿光明那種樣子 這個也吸引不了男人 憂鬱 可是要憂鬱到美麗 不能憂鬱到難看 臉上要有明媚的色彩 憂鬱通常我們都認為面容黯淡 對不對 但是她不是 憂鬱的時候臉上還要bright with bright with bright things in it 眼睛要亮 嘴巴要怎麼樣 也要亮 她用bright就用了三次 bright things bright eyes and a bright mouth bright mouth bright mouth 是否用亮光唇膏就可以呢 還要表現出passionate 嘴唇如何表現passionate 聲音裡要有一種激動人心的氣的特質 a conscientious expression conscientious 它的意思就是 很誠摯地做出一種可以感染你 跟她一樣有熱情 跟她一樣有誠懇 而且她的體態要slandly 這在我們上禮拜放的電影裡面 我覺得那個女主角的走路方式 很符合這個講法 還要languidly 懶洋洋的 不能走得很快 像行軍一樣 這個是不行的 臉上要露出一種並不深切的 憂傷表情 這個才是重點 憂傷 可是呢 是沒大腦 沒有思想 不是真的有一個理念在後面 讓她感覺憂傷 比如說對人類的前途 對大自然遭受破壞感到憂傷 不行 不能想這麼嚴肅的議題 你就是要表演憂傷 這個表演 表演出來臉上還有光彩 臉上露出一種並不深切的憂傷表情 臉頰還有泛紅 所以憂鬱的時候不能夠硬糖發黑 你這邊臉頰泛紅 為什麼憂傷 反而呈現出這個女人的性感 那表示她需要幫助 我這樣講好像是以過來人的經驗 不過我相信在座女同學大概都 多少有這個經驗 這是尼克講的 She looked at me with an absolute smirk on her lovely face as if she had asserted her membership in a rather distinguished secret society 這句講得很殘酷 我的表妹看著我的時候 那可愛的臉上 確實露出了假笑 彷彿她已經表明 她是和湯姆所屬的一個上流社會的秘密團體中的一份子 我們看看六十二頁 這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讓尼克發現原來她的假笑 本來尼克都已經被她感染了 她那份憂鬱憂傷 從六十一頁下面看 六十一頁最下面 尼克說我想聽聽 非常想聽聽 你女兒出生的時候 你說了什麼 然後Daisy就說 你聽了就會明白 我為什麼這樣看待一切事物 她出生還不到一個鐘頭 湯姆就天曉得跑到哪裡去了 我從以迷麻醉中醒過來 有一種孤苦伶仃的感覺 你看聽了這個 男生會不會立刻感覺她很憂鬱 馬上問護士是男孩還是女孩 她告訴我是女孩 我就轉過臉哭了起來 好吧 我說 我很高興是個女孩 而且我希望她將來是個傻瓜 這就是女孩子在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出路 當一個美麗的小傻瓜 所以講出這個表示這個女孩 現在Daisy非常清楚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 對不對 她這個是講給女人聽的 還講給男人聽的 如果她講給女人 像我這種年齡的人聽的話 她是在抱怨 但是她現在這句話是講給誰聽的 講給尼克 跟她差不多年齡的男生 那是個抱怨 我們往下看 你明白我認為 反正一切的糟透 她深信不疑地說 這個是尼克眼中看到的Daisy 表示尼克看到的是一個怨婦 非常抱怨自己丈夫 尤其是在剛生小孩的時候 然後生出來又是一個女兒 想到女兒將來跟自己一樣 那簡直只有繼續過沒有大腦的生活 所以尼克相信她看到的是一個怨婦 人人都這樣認為 那些最先進的人 而我知道 我什麼地方都去過了 什麼都見過了 什麼都幹過了 她兩眼閃閃有光 環顧四周 儼然不可一世的神器 你看這個跟剛才那個怨婦 又不一樣 嘴巴裡講的 跟她的表情是不同的情況 很像湯姆 這個是尼克 警覺到 我覺察到 Daisy年齊 就是所說的 跟她所反射出來的光彩是不一樣的 她所說的內容那麼憂鬱 但是外表 看起來卻那麼得意 我什麼地方都看過 她又放生大小 笑聲裡充滿了可怕的雞草 寶金世故 因為是sophisticated 天啊我可是寶金世故 她的話音一落 不再強迫我注意她 和相信她時 本來前面都在表演 而且也差不多讓那個尼克 都在注意她 而且相信她講的話 我就感到 剛才說的根本不是真心話 這使我感到不安 似乎整個晚上都只是一個圈套 強使我也付出一份相應的感情 這個是 這種女人就很容易 得到有錢男人的註意 可是尼克不是那麼有錢的男人 尼克還是屬於保有中西部純樸 就是對人坦誠的那種習慣 但是她也因為表妹的這種做法 以及湯姆的那種行徑 她警覺到說 哎呀我剛才付出的感情 好像是落入圈套 我等著 果然不錯 過了一會兒她看著我時 她那可愛的臉上 就確實露出了假笑 smart 彷彿她已經表明 她和湯姆所屬的 一個上流社會的秘密團體 一個secret group 她們那群人都是這樣子表演的 所以這樣表演目的 是要擄獲人心 擄獲對方 換句話說 情感的感染 但是這個感染呢 都是只是為了社交 好像每個人都可以在那時候 付出一點珍惜 暫時忘卻利益交纏的現實 或者耳魚我詐的現實 所以相較之下 Gatsby 就是 真心的 她對 Daisy 並不是假笑 她可能 在自己家辦party的時候 她的外貌跟舉止 會讓 尼克瞧不起 因為 那也是一種表演 她在模仿有錢人的外表 但是她的內心 卻是真心在希望 藉由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Daisy 注意到她 或者讓Daisy 不會歧視她的 或者讓Daisy 她們那群人可以認可她 讓她也可以進入這個秘密團體 可是光是她的 她沒有辦法看出Daisy的這種假笑 就已經 或者是社交表演 她就誤以為Daisy對她是真心的 或者她仍然相信Daisy從前對她的真心 那就註定了 Gatsby 一定會 美夢幻滅 好 我們再看看Daisy還有什麼樣的行徑 For Daisy was young and her artificial world was redolent of orchids and pleasant cheerful snobbery 畢竟Daisy還年輕 並且她那人為的世界 總是充滿了蘭花 愉快的勢力風尚 Cheerful snobbery 就這種視力會讓人家感覺愉快 Cheerful 為什麼 其實你只要看Jordan 尤其是剛才我們呈現Jordan跟Nick 他們在紐約街道走的時候 那個Jordan 那個身體轉動 那個靈巧度 顯然的是在表演snobbish 表演 她是在一般女人之上 她懂得怎麼樣擄獲男人 這種對男人看起來都是Cheerful 女人們往後仰倒在男人背彎裡 總是知道有人會接住他們的墜落 可是沒人會往後仰倒在Gatsby身上 沒有法式的法技會碰到Gatsby身上 這個是尼克看出來的現實 因為Gatsby不懂得怎麼樣視力 她做不出來 她裝不出來 學也學不會 這個是以前的版本 Daisy有沒有憂鬱 但是明亮的眼睛 這個是很有名的一個明星 叫Mia Farrell 這個是我給你們看的版本 J Gatsby 她信奉這盞綠燈 再加上她的幻夢 我們花一點時間來看看幻夢怎麼被描述 一百五十四頁 我走過去去向Gatsby告辭的時候 我看到那種煌惑的表情 又出現在Gatsby臉上 煌惑英文是Bewilded 就是讓她感覺困惑 她感到困惑 她被什麼東西弄得覺得有點困惑 因為不了解而有點害怕 所以這種表情絕對不會出現在Tom臉上 只有在Gatsby 她還不習慣 或者是還沒有抓住 或者還沒有進入那個上流社會 秘密團體的時候 她才有這種表情 而且尼克看得出來 彷彿她有點懷疑她目前幸福的性質 幾乎五年了 那天下午一定有過一些時刻 Daisy遠不如她的夢想 也就是她五年之後見到Daisy 他們兩人獨處的那天下午 一定有過一些時刻 Daisy的那種社交花蝴蝶的那種 假笑或那種姿態 遠不如Gatsby的夢想 這並不是Daisy本人的過錯 而是由於Gatsby的幻夢有巨大的活力 這活力與我們整學期所說的 人類本能來講的話 就是她的信譽帶給她的生命活力 這個幻夢 她的幻夢 也就是她要Daisy的愛情 超越了Daisy 超越了一切 她以一種創造性的熱情 投入了這個幻夢 這個創造性的熱情 事實上是聖經裡面 用來Creative Passion 她事實上是 是在聖經裡面指的是 基督耶穌她的受苦跟死亡 基督耶穌的受苦就是Passion 用Passion 這個字 所以如果用那種巨大的創造性熱情 投入這個幻夢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她這個力量多強 不斷天之佳葉 用飄來的每一根絢麗的羽毛 加以墜視 所以她這個幻夢 本來的力量已經夠強了 後來還不斷地天柴火 讓她越燒越旺 任何一種可以用來 當作增加這個幻夢熱情的 即使是羽毛 她都拿來點綴 再多的激情或活力 都趕不上一個人 因淒淒的心理所能聚集的情思 請問這個一個人 因淒淒的心理指的是誰 就是Gatsby 所以她描述的這種精力能量 還有行動 她用vitality 這個字 其實也用來描述過 湯姆的情婦 Myrtle Wilson Myrtle Wilson Myrtle Wilson 她對於要擺脫現場 當下處的那種困境 也就是住在灰燼谷 污濁 低下 她不要這種的 她有巨大的能量 要脫離這個地方 所以不惜跑出來 用肉身要擋住 她以為是 Tom 的車 對不對 這個Gatsby 她的幻夢有巨大的活力 幾乎都可以類比為 像基督耶穌一樣 我們在156頁 又可以得到證明 事實上是157頁 說她是上帝的兒子 但是我們可以從156頁 下面可以開始看 156頁這裡是講到 人家調查出來 她是什麼時候改名的 156頁最後一段 Jimmy Gates 這是她的真姓名 至少是她法律上的姓名 她是在17歲時候改名換姓的 也是在她一生事業開端的那個特定時刻 那時候她遇到一個貴人 當時她看見Dane Cody先生的遊艇 在蘇碧略湖上 最險惡的沙洲上拋錨了 那天下午身穿一件破舊的綠色運動衫 和一條帆布庫 在沙灘上遊蕩的是Jimmy Gates 那時候她非常的窮 但是後來借了一條小船 滑到托洛美號去警告Cody 半小時之內可能起大風 使她的船翻覆 她用什麼身份去警告這個Cody呢 她那個時候已經把自己名字改成J Gatsby 我猜這157頁 我猜她早已經把這個名字想好 就在當時 她的父母是陸陸無為的莊駕人 她的想像力根本從來沒有真正承認 她們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她從來不認同自己的父母 事實上 長島西卵的J Gatsby 來自她對自己的柏拉圖式的理念 我們是不是介紹過柏拉圖 她的身心二元論 理念界跟具象界 或者形上界 是抽象的理念 對照在下面的這個叫肉體界 就是有我們叫具象 有實際形象的 那麼J Gatsby 她一直都認為自己是柏拉圖式的理念 她是上帝的兒子 那就是基督耶穌了 這個稱號如果有什麼意義的話 就是字面的意思 J Gatsby 因此她必須為她的天賦效命 現身於一種博大 庸俗 華而不實的美 這個太好笑 這個 本來我們以為說為天賦效命 是要現身於一種完全利他 就是為了救世人 我可以犧牲自己 但她這裡不是這樣講 她說現身是一種博大 可是完全是世俗的 庸俗 就跟所謂的理念界 那種拯救或救贖 一點關係都沒有 華而不實的美 所以 她的理念就是一個字 就是美 這個美跟真跟善 一點關聯都沒有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接到 我們在葛雷的畫像裡面所講的 那個美學運動就是要推翻 柏拉圖式所講的那個 心靈跟肉體是截然二分 在這邊又同樣呼應了 我們上個單元所講的美學運動 這兩個必須結合起來 所謂心靈上感受的只有美 那個美是跟肉體 就我敢固我在 用肉體的感受去激發出來的 可是那個力量的強大 可以媲美於耶穌在為世人受苦的 那個passion 我們已經講過在宗教上面 passion 不是我們一般翻譯的熱情 雖然它是有關係的 在宗教上這個字我們翻譯成受難 就是基督用什麼樣的方式為人類受難 那也是必須是巨大的 那個它叫活力 vitality 所以 但是它要完成的並不是 並不是形而上的那個救贖 也不是利他 利他的 我們翻譯成utilitarian 有沒有學過這個字 utilitarianism 在經濟學上有時候翻譯成功利主義 可是這個翻譯其實不太好 這個事實上是為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取的 所以在倫理學上有時候翻譯成利他 就不是利己 但是他這邊追求的美 用這麼巨大的活力 他追求的就是一個美 而且是庸俗 滑而不實 一點用處都沒有 不能改善他的勾取狀態 然後你說他賺那麼多錢 蓋了那麼一座類似Disney 那種城堡式的屋子 其實那也是滑而不實 你有那麼多房間幹什麼 你裡面只住了一個人 其他都是仆人 是不是只住他自己一個 可是他覺得那個 只有用這樣的方式 才能讓Disney感覺到 他的美 他的吸引力 因此他虛構的 恰恰是一個17歲的小青年 很可能會虛構的那種J Gatsby 而他始終不渝的 忠於這個理念 這個是人性 同學們 如果你很早就已經放棄了這些東西 就讀不懂這個小說 最後談的那個美國夢 看一下最後那個美國夢 的原始點是什麼 那些海濱大別墅 現在大都已經關閉了 四周幾乎都沒有燈火 除了海灣上一艘渡船的幽暗 移動的燈光 當明月上升的時候 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失 直到我逐漸意識到 當年為荷蘭選手的 為荷蘭選手的眼睛 放出異彩的這個古島 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綠的地方 它那些消失的樹木 那些為Gatsby 的別墅讓路 而被砍伐的樹木 曾經一度迎風漂浮 低聲響應 人類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夢想 那就是美國作為最後一塊 被發現的大陸 是人類可以在那邊 開展自己的 拓展自己的美夢 的地方 所以這裡又是用樹木 來代表這一塊畜年地 如何激發荷蘭的水手 當他們第一次看到 就好比他們葡萄牙水手 有看到臺灣洋會叫出伊拉夫摩莎這種 那種狀態 在美洲新大陸也是這樣被看到 在那彈花一現神廟的瞬間 人類對這個新大陸一定屏息驚異 不由自主墮入 他既不理解也不氣球的一種美學的觀賞 所以這是一種美的感覺 也就是見到還沒有任何房子的 美國那塊土地 心中所生起來的那種 我們叫精益感 spectacle 這種地方讓人的心理感受 是人沒有辦法理解 如果可以理解 那就是用理性 也不氣球 氣球那就是 表示他用功利思想 去計算說我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他既不理解也不氣球 可是他那個精益感哪裡來 就是美的觀賞 在歷史上最後一次 他一直強調這是最後一次 面對著和他感到驚異驚奇能力相稱的奇觀 奇觀是 wonder 驚奇能力叫做 capacity for wonder 奇觀是 spectacle 這個字在當代的社會學常常提到 我們是一個奇觀的社會 已經不是一個自然有機的社會 就好比你們看到 用數位化處理 可以處理出來 Gatsby那時候的生活 那如果是相較於現實界的話 你們不會感覺到 相較於現實界 不能讓你們感覺驚奇 那個數位化處理過的世界 卻讓人覺得是奇觀 所以那個奇觀只有要在人為的環境 不是自然有機的狀況下 才能呈現出來 那所以我們已經進入這樣的奇觀社會 如果不能製造出這種美的 令人驚奇的效果 就不能引起任何活力 生命巨大的活力 要投注在看到奇觀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夢 美國夢對於Fitzgerald的定義 就是那塊土地所提供的奇觀的美 那Nick從Gatsby身上看到 因為Gatsby窮盡一生的努力 從小就開始把自己奇觀化 就是他要脫離他平庸 這個無聊的這種裝駕人的生活 然後要用改名 甚至用弃絕父母的方式 然後認識到有錢人 把他一步一步拉到奇觀的社會 最後一段 當我坐在那裡緬懷那個古老未知的世界的時候 我也想到了Gatsby第一次 認出了Daisy的馬路盡頭的內盞綠燈時 所感到的驚奇 他經歷了漫長的道路 才來到這片藍色的草坪上 他的夢一定似乎近在眼前 他幾乎不可能抓不住的 他不知道那個夢已經丟在他背後了 丟在這個城市那邊 那一片無垠的混沌之中 不知什麼地方了 那裡共和國 因為United States 其實就是一個共和國 黑油油的田野 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請問這一段講的是什麼意思 跟剛才荷蘭水手 第一次看到美洲 或者美國長島那片的土地 那種美的感受 可以跟Gatsby第一次發現 原來Daisy 就住在他幾乎身手可及的地方 那種驚奇感 那種美感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在這邊 Daisy所謂被物化 其實就像荷蘭水手看到土地 土地其實也常常被女性化 所以這種美的感受 通常是透過物化而來的 可是這種物化 並不是我們一般講那種權力關係 在這裡荷蘭水手看到的 是他不理解也不氣球 如果物化的話就是我要它 但是在荷蘭水手感受到的 那種美學的觀賞 就只有用看的 就是一種滿足了 那可是Gatsby相較之下 是他要Daisy 所以我們講美國夢最原始的起點 本來如果是荷蘭水手的那種美感的話 是無關乎獲得 無關乎利用 但是到了Gatsby這時候 他所發展出來的美國社會 所說的美國夢 關鍵就在於財富的獲得 那已經是一種攫取獲得 那所以這兩段我們只能說 那種驚奇感 Wonder是一樣的 可是那個內涵不一樣 那個內涵一個是不帶任何功力 不帶任何奪取的 純粹的夢的美感 那是荷蘭水手有的 但下一段 Gatsby 那個就是我們現在 所定義的美國夢 不是原始點 而是 而是 後來很快的發展出 要趕走印第安人 要拿到土地 開發資源 拓展貿易 把所有的移民 進到這塊土地的人 通通把它變成勞力 那先來後到 先來的先發跡就變有錢人 那麼後來的 如果要快速發跡 那就不擇手段等等 所以這整個那個結構 就是資本主義的結構 在美國形成美國夢 那為什麼成功的 看到成功的例子 會被說成是一種美國特色 那也是因為美國是最後一塊 那個人類發現的土地 所以Gatsby信奉這盞綠燈 綠燈當然跟美金的顏色也是一樣的 我們上次提過了 綠燈所代表的意涵 其實很豐富 那其中一項就是 就是財富 美金的意思 這個一年年在我們眼前 漸漸遠去的極樂的未來 它從前逃脫了我們的追求 不過那沒關係 明天我們跑得更快一點 把戈背伸 伸得更遠一點 總有一天 點點點 本來點點點是什麼意思 總有一天我們可以追到 是不是 可是它為什麼沒寫 因為這是註定追不到的 於是我們繼續奮力向前 只有不斷地向前 逆水行舟 被不斷地向後推 被推入過去 所以不斷地被淘汰到過去 像Gatsby一樣 一直被淘汰 所以這個小說最後 完全沒有 我們一般對於英雄描述的那種歌頌 或者是一種完整的感覺 所謂的問題通通被解決 沒有 而是我們 仍然落入一種 就是 類似宿命論 美國夢給我們帶來的 只有一種固定的模式 而且我們都會像Gatsby一樣 那即使發跡有資格進入那個 湯姆跟Daisy那種秘密團體的那種 少數的有錢人 富可敵國 但是他們的行為 就是永遠在糟蹋別人 鞏固自己的階級 所以我這邊問了一題說 你認為Gatsby 是富權體制的受益人 還是受害者 所謂受益人就是 他憑藉著 男性的身份 在富權體制得到優勢 在這邊我們的確是看到 他類似我們以前讀到的 像葛雷 都需要年長男性的提拔 來進入有權利的機制 那他在這邊他的 這個年長男性 一個是Dane Cody 一個是Mile Wolfshan 所以的確他是受益人 但他也是受害者 因為有比這兩個人更有權的 更有勢力的人 那就是湯姆那個階級 所以他還是在那種 父權體制中 被更強的 更有勢力的人 所迫害 重要的意象跟主題 裡面我這邊就講一個黃色 威爾森住的房子是黃色的 他住的房子上面的那個廣告 那個眼鏡也是黃色 蓋茲筆的車也是黃色 剛才我們講過 如果金色象徵的是財富跟美 那麼黃色則象徵財富跟死 因為威爾森太太死了 威爾森自己也死了 他甚至還殺了Gatsby 所以三個死亡 那麼那個眼睛 本來在傳統小說 我們看到那種巨大的眼睛 彷彿是好像代表正義的那種 眼睛 但是在這邊 我們卻看到這一對眼睛 一直看到死亡 Gatsby 的車也是黃色 他撞死人 也因此這個車子的主人 也賠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小說主題就是要把財富跟美麗 拆開Wealth and Beauty 就好比我們在讀葛雷畫像的時候 常常把Youth and Beauty連起來講 在美國就是Wealth and Beauty連起來講 可是這一部小說 很刻意地要讀者 就不要以為財富跟美麗就連在一起 他們不是相連的 因為財富也可能帶來死亡 美麗也可能會變質 就好像荷蘭水手所看到的那種 處女帝的美 後來都被糟蹋了 而那個Gatsby 所看到 她初戀的時候所看到 Daisy 的美 當 Daisy 進入那個秘密團體 上流社會之後 學會了那種假笑 以及言不由衷 那也不是美 所以財富也不保證就會幸福 那這邊是以前你們的 曾經有一屆的學姐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一些問題我覺得 我們可能你們也會有興趣 Daisy對湯姆來說代表什麼意義 為什麼湯姆要騙情婦 Myrtle 說 Daisy 是天主教徒 那因為天主教不能離婚 所以她等於是說 因為 Myrtle 一直希望她離婚再娶她 那湯姆不願意 可是她理由是說 我太太是天主教徒 那湯姆認為 Myrtle 沒有權利提 Daisy 的名字 那 Myrtle 還故意講 Daisy Daisy 所以她就打了 Myrtle 一巴掌 所以如果湯姆對情婦 那麼擔任於這個情婦 為什麼又不離開 Daisy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最簡單的答案 其實可以就是 剛才我們在討論 Daisy 的那個氣質 她有擄獲有錢人 或者是可以適合有錢人社交的 那種言行 本事 態度 外貌 而 Myrtle 呢 表現出來的卻是像 Gatsby 一樣 就是不擇手段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是這種階級的人 Myrtle 我們很難想像 Myrtle 可以在有錢人的 Club 裡面 周旋於不同的男人之間 時而表現憂鬱 時而表現優雅 第二題 尼克對於 Gatsby 的死感到可惜 悲傷 但為什麼尼克在最後見到湯姆時 並沒有把事實說出來 事實就是說 那個其實不是 Gatsby 殺 不是 Gatsby 開車撞死 Murdered 且認為這是個說不出的事實 這是因為 Gatsby 已經死了 所以沒有再提的必要嗎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讓尼克覺得沒有必要告訴湯姆 是因為人死了 即使替他去爭取正義也沒有用 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而如果問題這麼簡單的話 就不會是這個小說的深意 尼克覺得沒有必要告訴湯姆 如果 Gatsby 沒有死於槍下 Daisy 會選擇 Gatsby 還是湯姆 你們覺得呢 認為會選擇 Gatsby 的舉手 認為還是不會離開湯姆的舉手 答對了 通常在電影裡面呈現 大家很容易喜歡上 Daisy 對不對 長得漂亮 然後又是 Gatsby 追求的 然後就是他那種虛情假意 那種玩弄 也不是玩弄男人 就是他知道在什麼時候抓住人家的注意力 什麼時候又要把你看得微不足道 就讓對方不能夠確切掌握你跟他的距離 除非他已經把你納入那個秘密團體 那他們就是彼此利益輸送 所以 尼克才會認為他沒有必要告訴湯姆 第一 他不是湯姆那個圈子的人 第二 就算告訴了湯姆 湯姆根本 不會做任何補救的措施 他早就把尼克跟那個 Gatsby 看成是他們圈子外的人 他的首要責任是要保護自己圈子內的人 那他太太當然比較重要 故事情節 這個圖 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尼克看到的現實世界 相較於蓋茲比的奇幻視野 尼克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幻夢消逝之後接踵飄來的惡濁灰塵 那代表是什麼 比如說 casual destruction 就是 漫不經心就摧毀別人 暴力的循環 the cyclical violence 這都是那個秘密團體要做的事情 還有呢 erosion of altruism Altruism 是利他的行為 對別人有益的行為 都被侵蝕 所以 Fitzgerald 在這個小說裡面 看到的是 Wealth isn't simply good 財富並非就是好的 它有它的好處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Gatsby去追求美 讓他的視野開拓成奇幻 不斷看到奇觀 但那個不代表絕對的好 我們注意一下他的1925年 那個時候的封面 圖案 這個封面你們覺得畫的是誰 Daisy 有些那個眼睛跟嘴巴 對不對 還有那憂鬱的臉庞 憂鬱就用這種好像有淚珠一樣 然後這個基調呢 這個當然是財富 金色的 可是滑而不實的 可是又有速度感的 這個是摩天輪 高樓等等 這是一種都市的奇觀 這個是美國禁酒令的一個背景 其實也是這個禁酒令在歷史的檢討當中認為 其實是非常偽善的 但是那種偽善的環境 政府鋪陳成那個偽善的環境 卻讓人民不得不去犯法 我讓大家看一個日本人 怎麼樣用Gatsby 來推銷一種產品 好我們再看看王爾德 當他在強調年輕就是美的時候 而美國對他來說都是年輕 可是他看的美國是美嗎 The youth of America is their oldest tradition 美國的年輕是他們最老的傳統 It has been going on now for 300 years To hear them talk One would imagine They were in their first childhood 這實在很諷刺 聽美國人講話 大家會感覺他們還在第一階段的童年 那是什麼 幼兒期 嬰兒期 As far as civilization goes They are in their second 如果要談到文明 因為美國的技術革新很快 尤其工業的那個 當時的19世紀末 20世紀初那種進展很快 那麼我們可以把美國的幼稚情形 提升到第二階段 所以這個是非常諷刺美國人 所以如果我們說 王爾德所參與的美學運動 我敢顧我在的話 他認為美國是兒童版 還不夠成熟 那這種生活方式呢 美國式的生活在他看起來 是怪誕 grotesque 而且damaging 很容易傷害到別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小孩子 事實上那個湯姆跟Daisy的行為 就被描述成像小孩一樣 做錯事了 殺手不管 走掉 就想辦法逃避責任 這是兒童不負責任的樣子 另外 是在一個我們讀過的小說出現 來談美國的 好的美國人死掉之後 會到巴黎 壞的美國人 突然死掉之後 還是回到美國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 王爾德對美國 美式生活 不是怎麼 雖然美國夠年輕 但並不代表美 好這個是我剛才來比較過 美國夢的原始點 跟Gatsby 的美國夢 Gatsby的美國夢 已經不是那個原始點 那個原始點是荷蘭水手 的眼睛所看到的 那麼Gatsby 信奉這盞綠燈 逃脫了我們的追求 不過那也沒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 因為可以不斷地在追求 可以引發 這個是人類的本能 如果我們在人類本能那裡 講到說 男人 他的本能是在於 聚集比較多的資本來吸引女人 可以獲得他們的青睞 才能夠繁衍下一代 那麼這種累積財富的 這個美國夢或美式的生活 的確是符合這種人類的本能 但是 不是原始點的那個美 這個人類的本能講的是 人類繁衍的目的 它是一個目的論 跟美沒有關係 它只是一個功能論 目的論 我覺得一些人就是 跟我一樣 和美願的論、 一招一堆 最抱的蒜 compliment 就是 為何我們臨近的 為何不知 什麼 是 行為 尊重 工作 有